感谢主 今天我们来到侍奉主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实在是非常的宝贝 我们盼望啊 做一般侍奉主的人 因为我们看见这位主实在是非常的可爱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究竟什么才是圣经里所说的侍奉主 首先我们来看一处经节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那里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借着神的连训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 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 我们看到啊 保罗弟兄在这一节经节里 向罗马人说 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 所以我们看见 侍奉神 侍奉主 实在是圣经里 对我们每一位圣徒的一个吩咐 我们知道保罗弟兄写这一卷书的时候 并不是仅仅给罗马告贵 侍奉的弟兄 或者长老 或者监督们 所写的这样一封信 他乃是写给一切在罗马的圣徒 所以我们看见 保罗弟兄这样的吩咐 侍奉主 实在就是神借着弟兄 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吩咐 那么究竟什么人 才应该是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来看 这里说到 所有蒙救赎的人 都该是侍奉神的人 弟兄姊妹 我们看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 在那里 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所有的以色列人 被摩西从埃及带领出来 进入旷野 有一个同样的目的 正如神借着摩西 对法老说的 让我的百姓去 他们好侍奉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 这一般以色列人啊 都是借着羔羊的血 蒙了救赎的 就像一位弟兄 曾经分享到的 他说到 在血之下的人 有多少 出到旷野的 以色列人 就有多少 同样 因着羔羊的血 蒙恩的人有多少 出去埃及 进到旷野来 侍奉神的人 就应该有多少 所以我们看见 在神的子民当中啊 没有侍奉 和不侍奉 这样的分别 侍奉神 不侍奉神 不应该成为 我们的区别 因为所有蒙救赎的人 都该是侍奉神的人 弟兄姊妹 盼望这一句话 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 所有蒙救赎的人 都该是侍奉神的人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侍奉主的动机 侍奉主的意义 以及侍奉主的赏赐是什么 实在是非常的宝贝 因为这里啊 不仅是说到 侍奉这一件事的起始 也就是侍奉主的动机 也不仅仅说到 侍奉主的过程 就是侍奉主的意义 同时还说到 侍奉主这件事 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侍奉主的赏 所以我们看见 侍奉主实在是 有始有终的一件事 我们首先来看 侍奉主的动机 应该是对主的爱 以及神的连续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读到 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 那里神在向以色列人 颁次律法条例的时候 第一个说到的 就是做奴仆这件事 那里说到 如果一个奴仆 服侍了他的主人 够了年数之后 以至于这个奴仆啊 可以选择离去 但是如果这个奴仆说 我爱我的主人 无愿意自由外出 那么这个奴仆啊 就可以得到一个权利 也就是留下来 终身服侍他的主人 终身侍奉 这一位他所爱的主人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侍奉主的动机 应该就是出于 我们对主的爱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位啊 已经信入了我们 这一位可爱的主的弟兄姊妹 都是曾经被主的爱 所摸着的人 都是啊 主观的经历过 神的爱的人 那因着我们经历了 神的爱 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里面 对神的爱 有一个回应 也就是我们可以 向这位主说 主我爱你 因着我爱你 所以我愿意成为 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愿意啊 把我交在你的手上 来侍奉 这位可爱的主 所以给我们看见 侍奉主的动机 不是弟兄姊妹的劝告 甚至也不是 我们从别人 那里所得到的 一个鼓励 真正侍奉主的动机 应该就是我们 从里面对主的爱 同时我们也看到 侍奉主的动机 也是神的连续 因着神连续我们 使我们够资格 来侍奉这一位活神 弟兄姊妹 这个实在是太宝贝了 侍奉主的动机 出于对主的爱 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连续 我们接着来看 侍奉主的意义 侍奉主的意义 就是向主而活 以侍奉主 为我们生活的 中心和目的 弟兄姊妹 我想到在 我刚刚接触到 一般信主的 弟兄姊妹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还是一个不信的人 但是我因着看到 他们这一班人 虽然同样是 过着一样的生活 同样有自己的工作 同样有自己的学习 但是他们这些人 却活出了一种 与众不同的目标 他们这些人 活出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生活 因着他们的生活 是一个 与一般的人 有着不同目的 不同目标的生活 所以我就乐意 与他们有接触 我就乐意 看看究竟是什么 因素吸引了他们 使得他们 愿意 把自己的生活 活出了一种 和别人 不同的感觉 那越多的和这些 弟兄姊妹接触 我就越多的来摸着 这一般人 不是像他们自己 活的一般人 这一般人 实在是一般 像主活的人 他们不仅是 信入这一位主 他们更是 愿意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工作 把自己的家庭 交在这一位主 身上的一般人 他们成为了一般 像主活的人 正如使徒保罗 在罗马十四章八节 所说的 你们若活着 是像主活 所以主耶稣 我们的这一位主 成为了我们的 生活的中心和目的 这就是 侍奉主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 侍奉主的赏赐 感谢主 刚才我们看见 所有蒙救主的人 都该是侍奉神的人 这说出啊 侍奉神是我们的义务 但是侍奉神 并不是一个义务劳动 因为我们侍奉这一位主 至终 他会给我们 极大的赏赐 有什么赏赐呢 圣经里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二十六节 他说到 爱我的人 侍奉我的人 我父必尊重他 哦 弟兄姊妹 这实在是一个 极大的赏赐 我们是一般 何等微小的人 但是却能够得着 这样一位啊 造天造地 造你我的神的尊重 弟兄姊妹 这岂不是太宝贝了吗 这一位神 能够尊重我们 这对我们来讲 实在是极大的赏赐 同时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里还说到 忠心有精明的奴仆 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是给我们看见 我们侍奉他所得到的一个极大的赏赐 就是我们能够有份于我们这一位主的喜乐 我们能够啊 我们能够啊 与我们这一位主一同作习 享受他的快乐 所以实在是给我们看见 侍奉主的赏赐 也就是神必尊重我们 将来我们得有份于享受主的快乐 这就给我们看见 侍奉主的动机 侍奉主的意义 和侍奉主的赏赐 也就给我们看见 侍奉主实在是一件极大的事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侍奉主 这里说到全体做祭司侍奉神 弟兄姊妹 我们全体都应该成为一般祭司 也就是成为一般侍奉神的人 神所要的啊 甚至不是我们单个的 用尽我们所能 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来侍奉这一位神 神所要的啊 是我们全体成为祭司 是我们成为一般啊 团体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啊 不仅仅是借着摸着神的爱 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主 我们更是需要啊 看见神爱我们 于是我们就愿意 把自己奉献给主 更是奉献给弟兄姊妹 把自己啊 交给身体 能够和其他的弟兄姊妹 借着建造在一起 团体的做祭司 来侍奉这一位主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十五章十六节 称自己为神福音 勤奋的祭司 并且说他自己啊 是在福音上劳苦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因着爱这一位主 我们就愿意来 侍奉他 我们就愿意啊 来传讲他 所以出去传福音 是一个很好的 侍奉主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 侍奉主的意义 也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啊 一般团体 侍奉神的人 能够成为 神福音 勤奋的祭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